暗黑4S4赛季都改了啥 都能玩到啥 大家好 我是tony兔兔机 一个认真做视频 正经做游戏的up主 这期给大家带来的是 暗黑4S4赛季的前瞻加攻略视频 在这期视频的前半部分 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第4赛季都改了哪些内容 后半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第4赛季都能玩到哪些内容 OK我们开始 有的玩家可能之前玩了 PTR测试鼠 有的可能没玩 所以说我先用5分钟的时间 做个前戏 帮大家回顾了解一下 第4赛季的改动 什么大哥说5分钟前戏太长 那咱们用2分钟 主要有9点变动 第1个就是装备磁绥数量变少了 传奇装备现在的磁绥改为了3条 稀有装备改成了2条 第2个就是装备掉落变少了 但是纯度上升了 世界3难度掉神圣装备 然后世界4难度掉线装备 95级以上的敌人 就会掉落925的装备 第3个就是传奇威能 合并进能量法典子 比如说一个变量是1到10的威能 你打到一个9的 你拿去分解了 这个法典里的这个威能收藏 就是9 没有这个次数限制 第4就是繁体叫淬炼 减体叫回火 以下都统一称之为是回火 可以给装备添加两条磁绥 一共有6个类型 有增加伤害的 有增加防御的 还有增加技能范围的等等 这个也是这个S4赛季的核心玩法之一 第5个是精柱 也叫这个装备升级 装备一共可以升级12次 材料在工匠之坑获取 每次升级都能提升装备的这个磁绥 那每升4级呢 还能额外让一条磁绥的属性大幅提升 那第6个呢 就是这个地狱潮 这个怪物数量增加了 地狱潮呢 有两个新的机制 累积一个这个威胁值 这个雷马就会刷怪物 那累积三层呢 就会刷更多的怪物 第7个呢 是工匠之坑 通关46层的这个梦眼地下城之后呢 就可以开启工匠之坑 进途会限时10分钟 尽快的击杀怪物 累积这个完成条 雷马就会开一个红门 进去干掉boss完成 第8个呢是新boss安达利尔 现在呢是有两个难度 一个呢是100级 一个是200级 凋落暗金 还有锤链图纸 也叫毁火图纸 第9个呢就是铁狼卫队 之前PTR测试的时候 没有体验到这个部分 那根据官方给的这个描述来看呢 应该跟昂海2那个佣兵系统不太一样 这里边应该有点类似 声望阵营的那个东西 从这套系统里边能获得到毁火的图纸 OK那S4改动 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那S4第四赛季呢 开放时间是15号的凌晨2点 如果之前不小心把游戏卸载了的玩家呢 可以提前下载游戏 OK那关于S4赛季的修改呢 我再补充一些我个人的看法 装备磁缀和掉落的这个改动 通过之前的测试提感来看 减和看的这个动作要少一些 那从让玩家变轻松这一点上 那是达到目的了 黄庄上呢 现在基本上没用了 一律就分解 那装备这个部分呢 从某个角度来看啊 确实会比之前好一些 但是我觉得整体来看还是不够好 那如果欢桌是我 我去设计啊 我会增加这个独特装备的品类 并且会把他们这个性能差距拉开 把这个蓝庄啊 黄庄啊 白庄都利用起来 他们的价值要不然就是属性更强 要不然就是分解这个刚需的材料 或者是有更高的售价 那这样这个装备这个丰富层次啊 不就出来了 那对于现在这套调整呢 如果单纯只是想让玩家玩得更轻松的话 那相比较捡起来 我一个一个看 加一个类似像是那个火炬之关无限那种 鼠标悬停查看的功能 那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刷庄查看的过程更好一点 那不管是这个修改的目的是朝向哪个方向 其实都有更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当然了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 一个小小小up主 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这个暴雪设计师肯定都知道 他们之所以没这么做 那肯定是在运营更宏大的计划 肯定是这样的 另外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回火和锻造系统 之前我看有人做过实验 然后他的这个结论就是说 这部分可能会存在伪水级 就是可以通过电手 那什么是电手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玩意最早应该是出现在这个传奇 热血传奇 就是先把这个就是先把一个垃圾装备扔里边 然后去电手 然后再上你真正要强化的这个装备去获得你想要的这个属性 或者是升级强化的属性 那这个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视频的第二步 那S4赛季我能玩到啥 我要怎么玩 那这一段呢 其实我在PTR测试那几天我都准备好了 是根据当时玩的这个感觉整理出来的 那大致就是模拟 你从一上来开荒 一直到你卸载 一直整段这个经历 严肃认真 你可以把这个看成是开荒攻略 也可以看成是 好 我们从头开始 以上来呢 进入这个选人界面 那第一步呢 就是这个选哪个职业 那PTR短短的几天里呢 出了很多夸张的build 他们的共同特点呢 都是爽 那这一切呢 都源自于回火系统 给装备打质变的磁碎 那所有这个职业的技能都有变态的可能 那所以这个赛季的这个职业build的开发呢 会有很大的空间 那说实话 我无法告诉大家 S4赛季职业哪家强 我只知道某个职业在互联网上啊 过于强的时候 那聪明的暴雪设计师 都会对他们进行特殊的照合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选择哪个职业好的话 那就选择德鲁伊 有的人心里肯定会想 这个兔兔吉 一提职业 他就说德鲁伊 你看着我真挚的眼神 答应我 这次一定要选择德鲁伊 OK那职业选定之后呢 老玩家就可以直接跳过剧情了 开始游戏最棒的部分 那就是升级 前往地狱潮 那这个阶段呢 要做的就是杀怪升级 杀怪升级杀怪 然后 挺过了这一段呢 你会来到第三部分 干掉滚掌 前往这个世界三男的 那建议在50级之前完成就可以了 那到了世界三干啥呢 还是德鲁伊大战地狱潮 但是这回除了升级以外呢 还要搞初期的威能 目标呢 就是让你这个威能成型 还要搞召唤boss的材料 就是为了后面打boss用 同时 哎呦你们吓了一跳 也要打梦眼地下城 目标呢是升级雕纹 以及回火的配复 那来到这个第四部 世界四 一直干到75级左右呢 去干掉恶来亚死 进入这个世界四难度 那有的玩家 可能就是五六十级就能打 这个无所谓啊 看你自己啊 那在世界四难度呢 还是德鲁伊大战地狱潮 惊不惊喜 没错啊 这个地狱潮会贯穿你整个 从开荒到卸载的这个过程 那在这里呢 要搞这个先祖装备 更强的威能 以及召唤boss的材料 其实跟上面一样 同时呢 这回小小事 也要打梦眼地下城 升级雕纹 以及用之前打到的boss材料 召唤75级的boss 他们会掉装备 以及回火配方 我们捋一下 一到五十级呢 主要就是升级 其次呢 让自己别睡着了 那50到75级呢 主要就是升级 搞威能 升级雕纹 搞回火配方 以及攒这个召唤boss的材料 那75级以后呢 就跟上面其实也是一样啊 这个过程当中呢 优化自己的这个build 还有装备辞队 第五步 卸载游戏 还还没到你别急啊 第五步终局游戏 到这个阶段呢 其实升100级 它已经不是你这个主要目标了 因为你在刷装备 搞威能 搞这个材料过程当中 这个等级顺便它就上去 那装备的话 记得要刷95级以上的怪物 它们呢会掉落925 装等的这个装备 那在这个阶段呢 相比较优化你这个装备上的磁碎 其实回火和这个装备 锻造的提升更大 所以说第一优先级呢 就是搞这个回火的配方 如果说前面积累的不够呢 就再去刷这个梦魇 或者是boss 那其次呢 是刷这个工匠之坑 搞那个材料 然后锻造强化装备 然后再次呢 就是继续刷这个梦魇 提升你这个雕纹 然后呢挑战100级安打烈 再去优化你这个装备上的这个磁碎 然后再回火 再锻造 然后呢再去挑战 200级的 哎呀200级的安打烈 直到你卸载游戏 OK那以上呢 这些就是我总结的这个 S4赛季能玩的内容以及玩法 那根据每个人这个体质不一样 睡着这个时间点呢 和卸载游戏这个时间点 可能都不一样 刚才说的太正经了 接下来我稍微放松一点跟大家说 我觉得这个S4赛季呢 整个这个体验反馈的曲线呢 会从刚进世界三难度就开始上升 然后直到世界四的时候呢 优化回火和锻造之后 那一阶段你会达到一个高槽 因为这个回火系统呢 会让你这个技能产生极大的质变 你打起来会非常的爽 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你心爱的职业 那这种爽感只会加倍 这个就像是你去外面找一个陌生人 一起玩游戏 跟你心爱的人一起玩 这个感觉肯定是截然不同的 OK那以上就是对这个暗黑市 第四赛季的一个严肃认真的介绍了 希望这期视频呢 能帮助大家对这个S4赛季 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以及在第四赛季玩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体验计划 我是严肃正经的Tony Tutuki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各位拜拜 拜拜